芹瑜 莫要再挣扎 你逃不掉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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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发 你怎可在我的星域随意抓人 呃 呃 呃 前辈 晚辈无意逃扰 只是此人杀了羽皇麾下三十六军中的御青子 晚辈空手回去 实在不好向羽皇陛下交差 那御青子我也知道 平日里横行无际 如今被人找上门来也是咎由自取 你且回去告诉黄瑜 在我的地盘就不要动这个人 至于出了我的地盘 要怎么样我都不会管 青帝前辈 晚辈不敢代替羽皇陛下答应您的要求 但前辈的话晚辈一定带到 至于羽皇陛下会如何做 晚辈 不敢保证 你只需传话便好 去吧 小兄弟 来者是客 且来月牙湾一见 多谢前辈 远自这星空之外 竟凭气势 就能震慑禁不住实力强大的羽范先帝 能有此等实力者唯有 可是秦宇道友 道友是 在下松石 乃是师尊坐下第四弟子 师尊命我在此迎接道友 请随我来 敢问松石道友师尊 尊姓大名 弟子不敢直言师尊名讳 请与道友去了便知 此人竟是七级先帝 实力堪比直白 请与道友 万辈请义 多谢亲弟前辈出手相助 你既知是我 怎料定我会出手相助 久闻前辈乃是先界至尊之一 万辈好友江颜的姥姥 又在您这里做客 想来 此处定然比羽皇所在的 视力范围更为安全 没想到亲弟前辈 竟会亲自出手相助 万辈实在感激不激 你倒是聪慧过人 不过此事无需谢我 你是姥姥看重之人 是她托我出手 到时谢她便是 敢问亲弟前辈 那位姥姥是否还在此处 秦宇也好当面道谢 不急不急 你一起坐下喝杯清茶 稍作歇息 道友 请 世尊 请用茶 嗯 刺茶竟能安神不济 万辈多谢亲弟前辈刺茶 那风雨 与雪天涯两人皆是自视甚高 一个自年轻时 就一路披荆斩棘逆流而上 凭借实力成为仙界巨头 管辖的区域几乎占据了整个仙界的半壁江山 围下更有十八仙帝和三十六军为找拿 另一个统领雪魔道 在这仙魔妖界也是出了名的难惹 你被他们缠上 竟还能无损无伤地逃到这里 了不起啊 余难与范先帝一番对敌 在亲眼见了前辈出手 才知万辈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当日能逃得性命 实属运气 运气 不说这些了 今天我有一些老友在此处聚会 小友可有兴趣随我一同前往啊 这是何等高手施展出来的运 竟能让我全无还手之力 现在想想 那与黄雨雪天涯 身为八级先帝摩地 即便不如眼前二人 向来也相差不远 我竟曾和他们正面为敌 见鬼 竟然为久候了 池青再次赔罪 老朋友 我们都好说 你若再不来 等姥姥先到了 可失礼不小 好 看你如何交代 你来得正好 给我做个见证 看看是不是老龙输了 侯兄 此乃死期 无解 你们无解 不代表我无解 此局尚未下完 咱们下次继续 你 知青 这位是 我给诸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姥姥曾特意提及的 那位秦宇小兄弟 秦宇 这位是非秦一族的超级高手 霓皇前辈 见过霓皇前辈 果然是英雄初少年 这位是龙族族长敖方敖前辈 晚辈见过敖前辈 实不相瞒 吴明兄曾和我提起过你 你认识吴明那个不孝子 什么不孝子 我看是老龙你太过霸道 不就是人家找了个白胡做夫人吗 你就不依不饶 分明是你管得太宽 你懂什么 我那儿子乃是五爪金龙 血脉高贵 肩负我龙族传承 又来了又来了 老前辈 吴明大哥和连主嫂子还是很恩爱的 您就莫要太强逼他了吧 哼 我若真逼他 他此时还能在外逍遥 你是我儿子的兄弟 不要叫我前辈了 以后叫我伯父 还有啊 日后你见到了我那大儿子吴虚时 也可唤他一声大哥 狡猾 非常狡猾 是 秦宇见过伯父 好 好 今日得见贤侄 是喜事 要好好喝一顿 贤侄 今日咱们痛饮一场 吴明大哥就是海量 想必伯父更是酒中好姐 今日得伯父垂青 愿陪伯父一醉方休 好 好 自大金行军飞升 多少年都没人陪我喝个痛快了 金行军 是暗星界三大主军之首 邪魔妖界 有一处特殊的所在 名叫暗星界 其中以三大主军为首 分别是金行军 黑雁军 白玄军 黑雁军 白玄军 这三大主军 分别代表暗星界三支传承 代代不绝 其中又以金行军的金行宗 实力最强 势力最大 所以为三大主军之首 而上一代的金行军 他早已飞升神界了 看来老婆子我 来迟了 老婆说哪里话来 只说今日相聚 又没定下具体的时辰 何况我们这些人哪 也该提前恭候 今日没有下棋啊 你又耍赖了吧 看 姥姥都知道你惯常输不起 也并非是完全耍赖 那盘棋也确实没有下完嘛 秦宇 还不快拜谢银花姥姥 秦宇多谢银花姥姥 果然是了不得的天才呀 我老听人夸赞你 今日一见 还算不错 秦宇 你只需称呼我姥姥即可 是 姥姥 年轻人 你最近闹的动静可不小啊 依你现在的实力 在邪魔妖界还是小心为好 不要以为有件神器战衣 就死不了 我想告诉你 一定要认真修炼 不管在什么地方 有实力才有权力 你以后要走的路 还长着呢 多谢姥姥指点 万辈警记 赤青兄 风雨前来拜访 还请现身一见 合夺 发展 领 杆 utos 刚 离开 过 复 the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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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